好 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有蜘蛛 蜻蜓 蚕三种动物 共18只 那么一共有腿118条 翅膀20对 然后告诉我们了 蜘蛛是有8条腿 但咱都知道蜘蛛没翅膀 对吧 蜻蜓有6条腿 两对翅膀 蚕有6条腿 一对翅膀 最后让我们求一下蜻蜓有多少只 好吧 这个迪经了千伤万水 终于又回到了动物界上的身份上来了 可是它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蜘蛛和蜘蛛相比 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了呢 咱们前面讲的都是什么呀 鸡和兔子 也就换句话说它是什么 就两种量 对不对 包括我们做了一些其他的 虽然没有鸡和兔子 但是最后经过分析 是不是也都是有两种量的 可是到了这道题你发现 虽然回归到了动物界 但是它是怎么样的 有三种动物的 那现在然而来 各位同学 咱们所学习或所训练的 都是针对几种动物来的呢 是不是都是针对两种动物来的 所以现在你有三种动物 就意味着它是不是跟两种动物有区别了 而如果想要再用鸡和兔子设法来做 自然又是我们的目标 化为之为乙之了 那就是你必须得先把它变成是两种动物 是不是才可以呀 好了 那给同学我们来看看 可是现在这明明是三种动物啊 怎么能把它装成两种动物来看呢 那咱们看看题目当中说的 三种动物十八只 腿儿呢 有这么多条 翅膀有这么多顿 蜘蛛有八条腿 蜻蜓是六腿两翅膀 蝉是六腿一翅膀 反正就是腿儿和翅膀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你看翅膀的话 那蜘蛛没翅膀 蜻蜓两对 蝉一对 好吧 大家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看腿儿呢 蜘蛛是八条腿 但是蜻蜓和蝉呢 六条腿 是不是都是只有六条腿的 好了 那给同学是不是找到了一点点共同的特征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三种动物 可以最终就把它们处理成相当于只是两类呢 腿 非常好 我们是不是从腿儿来看就可以了 从翅膀来看 大家都各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从腿儿来看 要么就是八条的 要么就是六条的 自然而然 是不是相当于就是只有两类动物了吧 所以对于这道题目来想 我们怎么样把它从三种动物先转化成两类动物 然后再能利用我的基督同的假设法来做 关键就在于通过题目条件的叙述当中 我们发现有两种动物它是有共同特征的 它们都是六条腿 所以首先我先按照腿儿的条数 把这三种动物先分成两组 一组是八条腿儿的 一组是六条腿儿的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基督同假设法 求一下六腿儿动物和八腿儿动物各有多少只吧 比如说 我们不妨假设都是八腿儿的 换句话说 其实假设的就都是蜘蛛 对吧 那么假设都是八条腿儿的话 那很明显各位同学 十八只动物按照你的假设应该有多少条腿儿才对呢 十八乘八 那算出来应该有一百四十四 很好 是不是应该有一百四十四条腿儿 但是实际上人家说了只有多少条腿儿啊 一百一十八 那么用一百四十四减去一百一十八 这样算出来应该有多少条腿儿呢 二十六 很好 应该有二十六条腿儿 也就相当于多出来了二十六条腿儿吧 那理由当然很简单了 这十八只动物可不全是八腿儿的 还有一些是六腿儿的 你把它从六腿儿变成了八腿儿 相当于一这样的动物是不是就每只长了两条腿儿 那么一共是多了二十六条 那么用二十六除以二 很明显应该有多少只六腿儿动物呢 十三只 OK 那是不是应该就有十三只六腿儿动物 那当然就意味着蜘蛛有几只是不是就能算得出来了 蜘蛛就应该是五只 好了 那十三只六腿儿动物就是谁呀 就是蜻蜓和蝉 所以现在我是不是知道了蜻蜓和蝉是不是应该有十三只 而同样的通过题目当中我们又能够知道 我们最终是不是要求的是蜻蜓有多少只 所以现在我能够知道蜻蜓加蝉 一共是十三只了 那么现在我们又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没有用上 就是它们应该有二十对翅膀 那么这二十多翅膀当然都是来自于谁呀 那是不是就是蜻蜓和蝉的翅膀总数 那现在下面就是我有蜻蜓和蝉十三只 蜻蜓有两多翅膀 蝉有一多翅膀最终一共有二十多翅膀 各位同学怎么样啊 是不是又是一个标准的鸡土铜龙的假设法吧 所以对于这样子来讲其实它的难点在意就是 需要把假设法用两回 第一回先需要通过观察找到这个动物当中的一个特点 发现有两种动物都是六条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八腿动物和六腿动物两类 那么接下来六腿动物我们求出来之后 它就相当于是蜻蜓和蝉的总数 再利用翅膀的一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求出蜻蜓和蝉各自有多少只 那当然题目问蜻蜓有几只也就可以搞定了 好了给你同学 那么像这样的题目咱们在做的时候 用到的仍然是我们话归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或者它的极致 就是化为之为已之 我会两种动物的 那么三种动物不要紧 想办法变成两种不就可以了吗 好了给你同学 接下来给点时间自己把这道题算完吧 来暂停一下了 好给你同学怎么样算完了吗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那题目当中呢 我们假设的是三种动物都是六条兔 那么总数应该是108条 差了十条 那么就意味着可以算出来蜘蛛应该有五只 所以剩下的十三只便是蜻蜓和蝉的枝数了 那同样我们再假设这十三只都是蝉 蝉只有一对翅膀 所以最终只能够有十三只翅膀 而跟我们题目当中给的二十只相比少了七只 那自然就可以求出清醒的枝数 就应该是七只了 那么做这种三种的 甚至以后可能会碰到更多种动物的话 不要慌 我们要做的任务 就是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 把它从多种动物最终转化成两种动物 就可以了